前任女友还是讨债集团的老大 前女友吧 就就爱还是最美 大家好我是柯震东 我要挑战快问快答 第一次看电影的印象是什么 我有印象的好像是ET 就是他重置的ET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哭得稀哩哗啦的 然后问妈妈说 为什么我看电影会哭这样 那你觉得对NG的行为是什么 就在我旁边大聊剧情啊 很失礼耶 不是我跟你讲 比如说有男生想要跟女生训练 我跟你讲等一下就有恐龙出来了 我真的 那你会吃吉他吗 不会不会不会我很友善 当作尽量不要听到这样 对 分别啊 对 两个都叫Vivian 我喜欢Vivian的名字 对两个都有了嘛 然后徐若萱很 我觉得他很贴心很会照顾人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他 他很大方 对 宋云化他吸引我 对 啊 三个优点 三个优点 啊 啊 啊 开店一个月如果要选择一种造型 你会选择第一种秃头加腮红 还是拖浪卷法加红红 秃头加腮红吧 感觉妆发时间比较短 秃头这个造型是OK的 没有差吧 我没差 如果心仪的对象跟你说她单身了 你会立马告白告诉她 还是默默观察这种神色 立马告白告诉她 所以就是平常会直求对决这种 对啊 哇哦 嗯 去无人岛会想遇到谁 前任女友还是讨债集团的老大 嗯嗯 前女友吧 为什么 就就爱还是最美啊 OK 如果可以得到一座奖 你会想要拿到哪一座 第一个是奥斯卡最佳男演员 还是地表最长最暖最优秀男友奖 当然是奥斯卡最佳男演员 第二个是什么鬼那么小 这样 之前我想说想要迈入人生第二阶段 是什么瞬间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其实就只是因为我不想跟我小孩年纪差太多 所以我早就有这样想 只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然后愿意 生小孩的人对 对嗯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对的人 你会主动出击还是从罪人无限 就确定那个人是对的人是不是 对 出击吧 那有什么必须的招式吗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简单是柯正宗的LOK 我从来不用这一招了 我给他看我IG 哈哈哈 最后一题 帮我们示范一下得奖的表情 第二次届台北电影响最佳的演员 得奖是月老柯正宗 我觉得稳定的上台这样子 明朝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正宗 2022台北电影节 不错过 大家好我是Vivian 徐若萱 7月9日周六晚上7点 东风卫视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 现场直播等你哦 大家好我是陈湘琦 7月9号周六晚间7点 第24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 敬请期待 东风卫视37频道 大家好我是张怡荣 7月9号周六晚间7点 第24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 东风卫视37频道 等你哦 大家好我是蔡轩燕爆花 7月9号周六晚间7点 第24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 敬请期待 东风卫视